党政焦点来看到总统大选不到一百天 国民党中央却不惜犯下了兵家大忌 挣钱换将将主发会的组委李泽华调往智库 传出就是因为李泽华 触怒了以吴敦义太太蔡林仪为首的夫人帮 才被杀鸡锦弘 也引发了国民党内斗的疑虑 不过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强调 这调动完全是人事的正常变化 你们停一下好不好 你要问话你要停下来嘛 不要在那边保动嘛 咱们吴主席又生气了 不知道是因为被媒体紧追着问 还是这些问题实在太犀利 不然倒走李泽华吗 什么叫斗呢 开玩笑 职务就是扩大他的范围 到智库去 他接手的是陈雄文副执行长 因为有报导指出 原本的组发会主委李泽华 被认为倒戈太挺韩国瑜 遭民生暗将挣钱换将 甚至还传出是因为李泽华 多次得罪夫人帮 人事移动好像传出跟夫人帮有关系 辛苦了 辛苦了 完全都是人事的一个很正常的变化 那移动是正常的事 这是工作上的调度 哪里有哪些揣测的事情 强调都是正常的人事移动 不过还传出吴敦毅打算自排入 不分区立委名单第一位 吴敦毅直接不回应 你不分区排名的部分呢 主席有人说你西洋碎纸机 部分区名单应该是主席的职权 都尊重主席 我相信主席应该会有最好的安排 至于郭台铭因为支持者反弹 吴国会不了 喊咖遭打脸 吴敦毅也有话要说 说自己是被动机面 只是选举倒数九十几天 百年政党国民党却内斗内衡 宫廷全都戏码盛销成上 甚至还犯了兵甲打击 记得陈永林凯钧台北报道